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 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 如同外邦人一样 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 便可获得垂运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 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 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 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果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 但你们若不宽恕别人的过犯 你们的父也必不宽恕你们的过犯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赏为你 好 请坐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耶稣给我们讲 该怎么样祈祷 其实我们多年来 每天都在祈祷 但是这是一门不断学习的课程 需要不断进步的 没有人说我会了 因为这是一种关系 就像跟一个相爱的人 你不能说我懂他 相反有的时候越在一起 越发现越不懂 因为可以无限地深入 越来越密切 关系越来越近 所以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 无论什么事 其实如果我们相爱着 总是越来越深 耶稣讲祈祷 首先 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是 祈祷不是一个人 自言自语 我们念什么经 唱什么歌 我做什么功课 今天有哪些还没有做完 这个都是次要的 有人说 神父我不会念经 那怎么办 随着年龄或者文化程度 你不会念经都没关系 但是我说 你可以学习祈祷 祈祷是跟天主在一起 不是你自己 跟另一位 就像跟你最好的朋友 跟你的亲眼 跟你的知己一样 在他面前 和他一种新的交流 一种陪伴 跟另一位在一起 我经常讲 我原来神父 阿尔斯堂去那个例子 一位老人 每天从地里回来 把锄头靠在堂门口 他就进来了 进来就坐在那里 其他的老太太们 拿着经本 拿着念珠 不住地念 念完这一段 再翻另一段 可是这位老人 就坐在那里 看着前边 维亚奈神父观察了好久 每天同一个时间 他都来这里 没有带什么书 也不拿念珠 后来神父终于有一天 就过去问他 你是教友吗 他说是 你来这儿做什么 他说我来祈祷 你做什么祈祷 因为看不到他念 嘴唇也不动 他说 我看着他 他看着我 这个就是祈祈祷 我跟他在一起 什么时候 他天主像爸爸一样 看着我 我来其实就是陪伴他 我来在这儿听他 很多的时候 我们祈祷就是念我们自己的 念完了 好了 可以休息了 可以去工作了 你有没有听到他 他爱你 他巴不得你到他跟前来 每天 有一些话 给我们说 所以这个是祈祷 一定 无论你做什么祈祷 甚至弥撒之前 念玫瑰境之前 我们先静下来 这一位 他不一定在前面墙上 这一位就在我跟前 是我看不到的 是我可能听不到的 不要像前几天 有一个人 他信别的教 他问我 你能听到什么声音吗 你肯定能看见一些东西 因为在他们的教里边 就是跟神痛着 我在跟他说话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 就跪在那个神像前 一直在拜 就那么虔诚 在拜 然后拜完之后 他说 我觉得你也是同神的 肯定你能听到神 说话 能看到一些东西 我说没有 从来没有 他说你不想说而已 我说 或许这样理解吧 你说的我能看见 我能听见 其实从来都没有像 我看见你这样 看见过神 也没有像听你说话 这样听见过神 但是 另一方面 的确 有的时候 不是天天 我能够听到 神的声音 有时我能听到 而且非常确定 是神 在跟我说话 但是一定不是像这样一样 哦 我这样讲 他就不明白了 他就听不懂了 因为跟他们都不一样 的确 有时 他的话非常清楚 所以 为什么我们来祈祷 天主愿意我们 要求我们 耶稣说 你们常常祈祷 一定不是说 你常常念经 嘴里不住地念 念完这个 念完那个 有的时候 我举例子 过春节的时候 跟老人磕头 那一天的经就比较多 好多人说 今天过年呢 哪个圣人不念一段啊 问候了这个 还要问候那个 哎呦 好长念的 半本我要念完了 不是这样的 当天主在 所有的圣人们都在 天堂就在我们跟前 每次祈祷的时候 我们就在 可以说就是 现在的天堂 每次祈祷 我们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 差不多 让我们的心 离开这一切 其实就像 有点 圣经上 什么时候提到 上山 都是跟天主 相遇的地方 我们离开这个 世界上的一切 缠绕我们的 让我们的心 举起来 就是跟天主在一起 每一次祈祷 这个是 我想说的 耶稣教我们祈祷 你们不要自己 牢牢叨叨 就认为 在做什么功课 完成什么作业 而是 跟另一位 在一起 这一位 在我们面前 很实在 就像你们看到我 我看到你们一样 要相信 同时今天的祈祷 有这样 这是我们大家都会的祈祷 耶稣教的 最美的祈祷 时间的关系 我不能一句一句解释 只能有几句 请大家注意 愿你的名 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耶稣教我们 这样祈祷 教我们求什么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在天上 圣人圣女们 他们愿意 时刻 活出天主的旨意 在那里没有别的 我们说 天堂只有爱 其实当我们 求这些的时候 就是希望 天主 能够在今天 这个世界上 在我每天的生活中 来临 陪伴着我 我为他而生活 活出 他所愿意的生活 有的时候 我们 只是想 我想怎么着 就怎么着 甚至我们祈祷 把我们 那么多的需要 放在天主这里 天主 你要答应我 我求求你 要怎么着 孩子考上学 父母 身体健康 我自己 工作顺利 每天我们 向天主 求一大堆的事 等这个事 解决了 哦 谢谢你 还有另外一件事 总是求不完的事 在这里 我再说一个事 就是这个祈祷 方向要改变 我们越祈祷 不是让天主 听我的 而是 我要听天主的 慢慢的 我们变得 特别顺服 在天主面前 愿意怎么样 愿意怎么样 我接受你的 你看 我们在学习 这个祈祷的时候 就在调整自己 一个外交人 他去庙里边 稍想到那里 都是求这个 要那个 我们不是 我们是相反的 天主像一个爸爸 我们像孩子 充满信赖 你给我的都好 你给什么都好 一个懂事的孩子 不是今天给爸 要这个 明天给妈 要这个 你不要 反正你不给 我就一直缠着 你要 你烦不烦 有的时候就说 爸爸妈妈 你们怎么高兴 怎么来 爸爸妈妈知道 孩子的需要 比别人 任何人 都更了解孩子 甚至我们四五十岁了 五六十岁了 爸爸妈妈还想着我们 每天都是这样 凭着他们的智慧 凭着他们的经验 他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的时候 有时给我们一些建议 把我们交在天主手中 而不是我们指挥着天主 很多的时候我们祈祷 生怕天主不知道我的需要 生怕天主忘了我的需要 生怕他耽误了我的事 一会儿 求个这 一会儿求那不是 是我们交在天主手中 还有天主经的最后 不要让我们现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耶稣教我们 把每天的吃饭 生活中的需要 交在天主手中以后 他也知道我们是 人的团体在一起生活 难免彼此伤害 所以要宽恕 给我们力量 否则我们活得不会快乐 今天这个伤害你 明天那个得罪你 你就记着吧 慢慢你的担子越来越重 耶稣叫我们宽恕 每天都宽恕 过去的过去 放下让它成为过去 最后让我们免现于诱惑 免现于凶恶 其实最大的诱惑 最大的凶恶 我请你们想一想是什么 我们平常说 有什么也不要有病 没什么也不要没 钱 我们就认为 有了钱就有了一切 没有病 不要出什么意外 这就是最幸福的了 其实我想告诉每一个信徒 最大的凶恶 不是没有钱 不是生病 不是发生一些意外 最大的凶恶 是离开天主 离开那位在任何时候 保护我们 陪伴我们的主 他是我们生命中的知己 很多的时候 你们凭着自己的经验 也能知道 不是钱 不是朋友 不是我们人能够左右的 我们的生活 是不是 很多的时候 我们那么无助无奈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信神信主 他在我们左右 千万我们每天的生活 不要让什么东西 阻碍了我的视线 我跟他的关系 如果有一天 我忘了找他 我放弃了他 这个是最大的凶恶 很多的时候 顺利的时候 我们说神可好了 当遇到一些考验 一些困难 我们就说 没有他不在了 我也不找他了 我不信他了 这个是最大的凶恶 其实有的时候 神想给我们一些试炼 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变得更会爱 结果我们每次都过不去 一直在这个坎这边 我们就一直不能成长 好 让我们常常这样祈祷 求天主每天把自己放在他手中 求他拉着我们的手 永远不离开他 阿们 感谢观看